好,這邊來講解一下,就是說 最近在玩的就是這一片 Pico W,就是有 含Wi-Fi版的Pico 那這邊呢,就是說 我們還是用所謂的Microblock來做 那當你要上手這個的話 你要做一個步驟,就是說 你要把 Microblock的 客製化的氛圍呢,要燒入到 你的Pico上面 那這邊這個影片就是先 講解說,你要怎麼去燒 那你要燒的話 就是跟之前其實 ESB32很像 就是說你在 開發版這邊,按下去 然後最下面有一個 更新人體,你按下去 但是這邊跟 ESB32蠻不一樣,就是說 它這裡會顯示一個 請按住 Pico W的 白色Butter鍵 再重插USB 然後再重新上傳一次 這個意思呢,就是說 你看 右三角這邊 這一片就是 我們的Pico W 那我所謂的 白色Butter鍵就是這一顆 就上面這一顆 所以你要做這個步驟的時候 我這邊演示一下 你先打開來 然後你按住 按住這個 然後你再把USB 插上去 插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 它會跑出來 一個Pico 它專屬的一個 類似USB的Mode 它有一個App才會跑出來 那這個跑出來之後 你先把它說小話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頁面不一樣 下面那一行 本來有一個註解那個已經不一樣 這時候呢 你再按 請更新任體 再按下去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說 它會自動開啟一個 這個 儲存 分位的一個視窗 其實大家可以想成說 其實 要upgrade所謂的分位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把你的分位的程式 一般是點UF2 這一個呢 放到所謂的 我們剛到USBmode出來這個疊 像這個是在F槽 那其實你只要把它拖進去就好了 那這邊做的就是說 它已經幫你把這個檔案呢 拉出來 然後指引到F槽了 那你要做的動作就是按存檔 那按下去之後呢 你大概要等個二三十秒 我們這邊等 那等完理論上等一下會出現一個目錄 就是說它更新完 它會 大家有聽到燈的燈之後呢 那你會發現什麼 它出現一個 所謂的USB的磁疊機 那這個就表示說你更新完了 然後呢 它自動 用Reset 那這時候其實你就可以把這個 韌體更新的畫面關掉 其實你已經更新完畢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Microblock來寫程式 那我這邊演示一下 就是最簡單的一些範例 像這個是讓它的 內建LED燈 就在這邊 等一下會讓它閃 那一樣 其實這邊有幾個範例 你這樣貼過來 貼到工作區 那你按 這個上傳程式 按下去 其實很快 所以這邊大概一秒多 它已經傳完 那你會發現這邊 其實剛剛有閃 三次 我再按一次 二 三 因為我程式是讓它repeat三次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會閃 三次之後就停 那這個就是一個 最簡單的一個斜根 讓它內建LED燈 這樣閃爍三次的程式 那你如果要驗別的 你可以 試 那這時候你可以把這個 先把它丟掉 然後你換一個新的 範例二的程式 把它貼過來 那這時候我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讓我 Gyro上面的那一顆LED燈 讓它又類似做呼吸燈 那其實這個角位呢 其實就要看你用什麼板子 那我現在用的板子呢 是 我這邊其實 去年有做一片 擴充板 就是轉接板 就是說把pico呢 透過這個轉接板呢 可以轉成1.3.3.2角位 然後你就可以插到 Gyro上面 那我的驗法 大概是用這個來驗 那我們現在重新上傳一次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欸這一顆 Gyro上面的這一顆 LED燈呢 那就這一次在做呼吸燈 由暗漸漸變亮 這樣子呼吸 那其實我大概 驗了大概有一半以上的 伴例了 那我如果再演示另外一個 就是說我們常用的也許是點亮 像2812就是Gyro上面這一顆2812的 燈環的燈 那其實角位 因為我都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我可以馬上用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 紅綠藍 一直在循環 那大概循環五次 我就看你程式怎麼寫 這邊其實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現在驗法 大概就是 Based on我 Gyro板子 然後透過轉板 然後接Picol來驗 所以相關的角位 我都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 如果有轉板跟Gyro的話 你可以直接驗 那當然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自己要 看你的板子 接到的角位是什麼 那像這個是 也會常用的OLED 但這個OLED 可能大家要注意就是說 因為我的板子 是依照我 當初 Lay的方式 去做的 所以呢 你會看到 我上傳上去呢 你可以看 寫了Hello 所以是成功的 但你如果用你自己的板子 或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拉的PIN的話 你可能跟我不一樣 那你可能要做其他設定 那這邊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細節要做啦 那現在我只是 先做出一個基本的殼 那讓就是 發燒油 或者說比較搶先要玩的人 可以試試看 那未來有些東西 可能都要整進去 那這個路還滿長的 那這邊是一個很簡單的演示 給大家看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發到 那一個群組上面 那我們大概都會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就算了